猎王纪上第十三章 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令 从犹大来到伯特利 那时耶罗伯安正站在祭坛旁边烧香 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令 向那祭坛喊叫说 祭坛啊 祭坛啊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大卫家要生一个儿子 名叫约西亚 他要把秋坛的祭司 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 做祭物陷在你上面 人的骨头也要在你上面焚烧 那天神人提出一个兆头 说 这是耶和华的兆头 看哪 这祭坛必破裂 祭坛上的灰必倾洒下来 耶罗伯安王听见神人 向伯特利的祭坛喊叫的话 就从祭坛上伸手 说抓住他 王向他伸出的手 却瘫痪了 不能缩回来 祭坛也破裂了 灰从祭坛上 倾洒下来 好像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令 所提出的预兆一样 王对神人说 求你为我向耶和华 你的神求情 又为我祷告 使我的手复原 于是神人向耶和华求情 王的手就复了原 像起仙一样 王对神人说 请与我一起回王宫去 吃点东西 加添心力 我还要赐给你一份礼物 神人对王说 你就是把王宫的一半给我 我也不会与你回去 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 因为有耶和华的话 吩咐我说 你不可吃饭喝水 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于是神人从另一条路去了 没有从他来博特利的原路回去 有一个老先知住在博特利 他的儿子们来告诉他 那一天神人在博特利所行的一切事 他们也把他对王所说的话 都告诉了他们的父亲 他们的父亲问他们 神人从哪条路走了呢? 他的儿子们 就把从犹大来的神人所走的路 指给他看 他对儿子们说 给我备驴 于是他们给他备驴 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 遇见他正坐在橡树底下 就问他 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吗? 他回答 是的 老先知对他说 请你与我一起回家去吃饭 神人说 我不能与你回去 或是与你同行 也不能与你在这地方吃饭喝水 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对我说 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 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老先知对他说 我是先知 和你一样 有一位天使 奉耶和华的命令告诉我说 你去带他 与你一起回家 给他吃饭喝水 但是 老先知是欺骗他的 于是 神人与他一起回去 在他的家里吃饭喝水 他们二人正在席上吃喝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 临到那把神人带回来的先知 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喊叫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既然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 没有谨守耶和华你的神 吩咐你的诫命 反倒回来 在耶和华吩咐你不可吃饭喝水的地方 吃了饭喝了水 因此 你的尸体不能入葬你列祖的坟墓里 吃了饭喝了水之后 老先知为他带回来的先知被驴 他就去了 在路上 有一只狮子遇见了他 就把他咬死了 他的尸体被丢在路上 驢子站在尸体旁边 狮子也站在尸体旁边 有人从那里经过 看见尸体被丢在路上 狮子站在尸体旁边 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 述说这事 那把神人从路上带回来的先知听见了这事 就说这是那违背了伊和华命令的神人 伊和华把他交给狮子 狮子就把他撕裂 咬死了他 正如伊和华 正如伊和华对他说过的话 老先知又吩咐他的儿子们说 给我背驴 他们就背了驴 于是他去了 看见神人的尸体被丢在路上 驴子和狮子都站在尸体旁边 那狮子并没有吃掉尸体 也没有撕裂驴子 老先知把神人的尸体抱起来 放在驴子上 带回自己的城里 要为他举哀 要埋葬他 老先知把他的尸体埋葬在自己的坟墓里 人们为他举哀说 埋葬他以后 老先知就对儿子们说 我死了以后 你们要把我埋葬在神人的坟墓里 把我的骸骨放在他的骸骨旁边 因为他放耶和华的命令 攻击伯特里的坛 和在萨玛利亚各城秋坛上的殿 所喊叫的话 必定应验 这事以后 耶罗伯安还不从他的恶道转回 竟然把平民立为秋坛的祭司 愿意的 他都把他们分别为圣 立他们为秋坛的祭司 这事成为耶罗伯安的家的罪 以致他的家从地上被涂抹与除灭 这事成为耶罗伯安的家的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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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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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